這間百米鄉的飯店在地坑上已經有數十年的歷史 因為拆掉的過程也證實飯店 真正是用鐵騎駡這種更近的構造來蓋 恰恰一枚就變成爬布 讓處處跟地坑金書都很不甘 不過這也合避一些有歷史意義的文化滋善 這保存的問題普通台銘 像這地坑金書就希望這富貴出一點點 來好好保存這些定規的文物 有數十年歷史的百米鄉飯店 在那一間變成爬布 讓地坑金書都覺得很可笑 因為早前透露了一個收穫書 丘利在地坑的時候 很多人說米來這裡 因為飯店是用鐵騎駡蓋的最安全 但飯店聽到也正是團門是真的的 921因為鄰居都有聽說 我們這裡面都是用一些鐵軌下去建造 所以921一些鄰居都是跑來我們這邊補藏 因為我們這邊是他們所說的最堅固的房子 之前我們只是聽那個監工說 它的裡面所用的是鐵軌下去做基礎 可是我們也是半信半疑 只是等現在真的拆除之後 還真的了解到裡面真的都是用鐵軌下去建造的 飯店聽到應該的人 現在都非常不敢 尤其是英宗人的媽媽 又還是盡量拆棉看到聽到的建造 以免出境最強 和米重要的林文歷史子散沒多 有出名的大東蘇茵 但是建造部是歡心的 而且跟其民的情感連結不親 另外就是丹居高的古處莫緣 最近尚受到關注的就是和米界定屬性保存到多化 但是幸福的迫害是一天比一天嚴重 民眾很希望政府團隊可以結合一段的心思 展現守候文化築散的行動力 大賺新聞單本七何必彩虹伯德 大賺新聞單本七何必彩虹伯德 拜拜